大家好,这里是张杰说红楼 对于红楼最关键的理解 实际上是葫芦案 葫芦案是无数的人都盯着葫芦案来看 但是实际上我是认为 很多人在看葫芦案的时候 他是以文学作品的视角来看的 他没有看出中间的问题 我看葫芦案 我是按照律师看案卷的视角来看的 所以我看葫芦案的理解 跟大家是不一样的 葫芦案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葫芦案的案情到底是什么 其实大家这个案情是被书的情节 带着走的 但是葫芦案这一章 来介绍葫芦案的案情 写了三遍 这三遍是有深意的 红楼的作者写红楼 大家都知道叫文无废墨 正常他不应该说情节 介绍三遍 但是在葫芦梦这一章里头 对于胡乱的案情是介绍三遍 第一遍呢 是在堂上原告介绍的案情 就是说他家的主人呢 怎么着 第二遍呢 是在后堂门子给贾雨春介绍的案情 第三遍呢 在说的是薛藩逃走的时候 他讲了一遍案情 他在案情说了三遍 但案情的三遍呢 细节不一样 如果按照正常的情况啊 一般来说都是原告会站在自己的立场上 添尤加醋说对方说的是最重 然后从被告的地方呢 可能相对会轻一点 会发现反过来了 原告告的时候 说是什么 我家主人被众豪奴打死 看见没 薛藩都没有提出来 然后到了门子给贾雨春讲的时候是什么 是我们薛藩 贺令众豪奴去打 而打了以后呢 当场没有打死 是给台回家去三天后死了 你要注意到这里头的差别啊 这当场打死的 这叫杀人 打死后受伤 三天后再死的 这叫什么呢 叫伤害致死 是要减等的 在清朝的案例也是要减等的 实际上这就可以告诉你 这件事已经是没有死罪了 你要按照门子介绍案情的话 他和杀人是不一样的 没有死罪 你再往下看呢 到薛藩的话呢 就说他逃走的时候 他就说贺令众豪奴把人打死 然后这个事呢 应该是这些薛家的这些奴仆呢 跟薛姨妈说的方式 就是说薛藩叫人打 然后呢把人打死了 这当奴才的肯定要回避责任 怎么打的 那么主人让我把人打死了 那个是主人叫的 薛藩是一个大家也知道 是个傻而愣子的 他也忽里忽都的 所以薛家的对案件的感受啊 他就是薛藩打死了人 然后呢出了人命案 所以赶快逃走了 但是真实的这案件性质是如何呢 我们可以看呢 实际上就是看原告告的内容嘛 原告告的内容是怎么说的呢 这样他前面还说了一个细节 就是说英莲啊 这丫头是被这个拐子呢 卖了两回 卖了两回呢 当时冯渊呢交了钱以后 没有立刻把英莲接走 他还搞什么摘戒 搞个仪式去 结果呢 那个拐子就卖给薛藩了 薛藩买了以后呢 那显然是直接带走了 所以这时候说的挺清楚的 冯渊是上去夺取丫头 这话说的很清楚 其实这个买呢 对于薛藩来讲 他肯定是不知道你前面已经又卖了一手 所以呢 他已经买完了以后呢 他这边一手交钱 那边一手交货 他已经彻底买完了 人也带走了 然后这时候呢 是冯渊去夺取 那意味着什么 怎么夺取啊 实际上这件事啊 是冯渊带人打上了薛家的门 去拿丫头 但是打呢 没打过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过程 这个就属于什么 是你先挑事去打的 而且是带了人 都是奴仆之间去打的 在清朝这种事啊 这属于叫做什么呢 宗族泄斗 对于这种宗族泄斗呢 整个古代的法律和现在不一样 古代的法律 宗族泄斗会轻很多 这里头呢 没有判刑 就是打死人要赔命 或者赔钱 但是赔命呢 一般人都不要命 你要了命就要不着钱了 一般人都是愿意要钱的 但是前面我也说 他也不算说直接打死 所以赔命是没有的 实际上基本上赔钱 就是薛家要赔钱 只是说呢 他因为他打死的是主人 不是奴仆 他觉得不能按照奴仆的钱赔 要想要多要点烧埋银子 就这么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个案子呢 审不结呢 就是因为他那个里头 下边我就要说 他为什么审不结 本来的话呢 就是想多要点烧埋银子 薛家有钱啊 你多要点烧埋银子 多给点钱 这案子就不打了 明白吧 然后最后看案的时候 红楼的书里写的很清楚 先说想多要点烧埋银子的时候 贾雨村觉得不妥 然后上了庭呢 果然发现冯家就想多要点烧埋银子 贾雨村上了庭 开始说不同意 后来上了庭 发现呢 果真是那个冯家想多要点烧埋银子 那多要点烧埋银子的情况下呢 贾雨村判给人家了 所以他们很满意 虽然这个案子 你真正琢磨一下 薛家是什么概念 冯家是打赢了 冯家的诉讼目的达到了 他的诉讼目的就是想多要钱嘛 借着我们主人被打死 他这个多要钱嘛 他多要钱的目的也达到了 所以这个案件你再往下看呢 才是这个案件真正的故事 案件的真正的故事是什么呢 薛帆成了活死人 就等于吧 薛帆呢 已经定为了死人了 说是被冯渊呢 勾魂给勾走了 所以他人已经死了 这死了才是故事呢 薛帆逃走 带着薛家的财产 薛家的财产 当时的方式呢 就是以薛宝钗 所谓要进京候选 进京什么 他的财产藏在谁家呀 都藏在贾家呢 所以给他定一个活死人的时候啊 薛帆 薛家 对不起 你的这些财产拿不出来了 你因为古代的规则呀 你这家里头呢 薛帆是独苗 家里头没有后代了的时候 你的财产呢 你的女儿啊 妈妈呀 也就是薛宝钗和薛姨妈 都是没有权利继承这个财产的 你虽然说薛帆还活着 但是他在法律层面 他已经成了死人了 所以这样的一判以后 实际上薛帆呢 是大损 你就知道 本来打这案子 如果不是贾雨村 薛家如果是知道 冯家就想多要点烧买银子 薛姨妈早就给了 你看薛帆二次杀人的时候 那时候薛姨妈拿钱 拿了不少啊 把钱只要给了 这事就了了 那怎么可能说薛帆又变成了活死人了呢 所以这事的话呢 这个里头的奥妙是什么 他为什么是活死人 这里头啊 就要说到贾雨村了 门子让贾雨村这么判 因为他是看准了 贾雨村真是引对贾雨村有恩 所以只有贾雨村来判 拐子才是死刑 因为正常情况下呀 薛家也不会说 我们那是从拐卖人口那儿买人 冯家也不会说 我从拐卖人口那儿买人 拐子呢 他也不会承认 对吧 你承认了拐子是死罪 买卖人口的 这也是要打板子的 也是要有问题的 而且呢 买卖的人呢 你也有各种样的事情 所以到的时候啊 如果别人判的话 都不承认 你说谁能把他变成拐子拐卖呀 拐子肯定就拿着钱开培去了 所以只有贾雨村去审 拐子是死刑 而且贾雨村把拐子变成死刑以后啊 英联的身份立刻就变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买了英联以后 后来呢薛姨妈就让薛宝钗带着英联 然后接着马上就给英联办了正式手续 迎娶为妾 同时呢 你可以看书里头的第29回 他们假假出门的时候 英联还有他专属的小丫鬟 真儿 地位立刻就不一样了啊 以及后来的叙述呢 英联呢 他被恢复了 扶正了 你要知道如果是他买来的这种奴婢的话 在古代的礼法是不许扶正的 为什么能扶正呢 就是因为这就是属于拐子被杀了以后 他实际上是拐卖的 所以他属于梁家 你一定明白他这是属于梁家 而且这个案件的话呢 你判完了以后 他起到的一个效果 就是说为什么薛帆也得是死了 这个冯冤也是得死了 你把拐子变成了拐卖 在大明和大清的律例当中 购买拐卖人口也是罪啊 所以薛帆死了嘛 这当然事就不提了嘛 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所以薛帆你既然是这方是你买了拐卖人口 那你当然你就该死了 所以这事呢 所有读者读到这的时候啊 其实好多读者都有一个比较愤怒的事情是什么 贾雨村答应了真是瘾去给他找女儿 为什么不把英联的身份说出来 贾雨村为什么不说出来啊 那么可以跟大家讲 贾雨村是没法说出来 他要说出来 这个案子就不能由他管 怎么讲这案子不能由他管呢 因为贾雨村这时候啊 已经取了交信 而且呢 把交信扶正了 你要知道交信的身份呢 最开始是真家的婢女 他能扶正了呢 其实以后我们也会说 按照潜规则 你婢女嫁到了好人家 干什么的特别的做妾 抬高一下她的身旺 绝对不是说嫁婢女过去 是真家要把她收为养女的 这是潜规则啊 所以实际上就算是婢女 也是一样是跟真家有关系 所以就相当于什么呀 真是瘾 实际上是贾雨村的乐障 老太山 相当于他家女儿的事 你是女婿 这个案件在审的时候呢 贾雨村是必须回避的 那不是说他可以去审理案件的 他是必须回避的 古代的回避呢 也非常的严格 所以这件事呢 也是贾雨村 最后真正要整死门子的关键 你要知道在古代呀 人家说叛门子知道他以前的事 他以前的话不就是个穷吗 古代科举啊 让寒门能登天子堂 也是当时的政治正确啊 一说起来家里有钱的都要说 我们是寒门出身呢 所以拐子这个门子啊 能说贾雨村以前是穷 贾雨村不害怕 他害怕的是什么 害怕的是门子可是认识交信的 交信当时作为婢女 可不是小姐到处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 婢女到处出来跑着干活的 如果门子待的时间长了 你家知府的夫人保不齐就能碰着 碰着以后给认出来了 那可是麻烦事啊 你在这种案件当中没有回避 那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为什么贾雨村这个事是 对英联和相联 相邻女孩的真家的身份 她为什么藏得很深 守口如瓶啊 这就是她的伤疤啊 只要别人接出来 拿着事弹劾她 她就得革职 所以比现在的古代这种 在王法问题上比现在严格的多 所以她就是必须藏着的事情 她是不能说出来的 她说出来呢 会有非常大的问题 但是呢 真家的女儿 经过她的葫芦案 实际上呢 她也是替真家报了个仇 把拐子呢 给杀了 算是得到了她想要的事情 而整个这案子呢 因为她的关系呢 实际上是帮着贾家呢 把薛家做成了绝户 整个这个冯家呢 实际上该要的钱要着了 她本来就是案子 她就是多要点烧埋费用 然后那烧埋费用也要着了 所以案子的话呀 冯家是个案子是打赢了 她不是打输了 她的诉讼目的都达到了 原书里写的非常清楚嘛 她就想多要点烧埋银子 要到了 而且按照律力也很清楚嘛 因为古代的这些读书人啊 不像现在 现在很多看小说的认字的 那好多的不学法律 甚至是法盲 但是古代呢 有一点古代的读书人啊 你只要参加科举 考秀才的话 他就要考律力 除了八股文以外 他要考律力写判决 所以古代的读书人 实际上对这些律力 都很清楚 所以他很清楚律力了以后 他再读书的时候啊 他可能感觉就和你 现代人呢不一样 所以葫芦案呢 你按照了新的理解 马上你可以知道 他对于全书逻辑 都是有根本性的影响的 以后呢 有机会在这一章一节当中 给大家慢慢的展开 谢谢大家 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再见